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歡迎繼續收看訪導單元切看一下 那今天的影片是成上一集的 還沒看過上一集的記得待會也要看一下喔 今天要訪的也是來自香港的小朋友 是個11歲的小妹妹 叫做菲 他說他看別人玩動森覺得很有趣的時候 當天剛好他的哥哥就送他這款遊戲 他島上是為了方便島民與美觀去擺設的 最喜歡的動物居民是金牌 羅迪歐 雞雞 那我們馬上前往他的島參觀吧 進來就看到一個新型湖 那個橋是怎麼一回事 還有腳踏車的停車場 看起來蠻熱鬧的耶 氣球的走道喔 嗨 怎麼有兩個人 嗨 飛 泳泳 我被卡住了 他們有給我禮物 是一人準備一份嗎 可是我只有準備一份禮物耶 我不知道有兩個人 那我帶的一樣是薛格的海報 今天再請多指教啦 我是島主 我知道 因為你有跟我說你叫飛嘛 我是飛的好朋友 永永 是怎樣 呼朋引伴過來 第一次有這麼多人一起防島 我上電視啊 這不是電視吧 娛樂區 好啦 我小的時候呢 也是看到有電視台的鏡頭在拍就很想過去湊一腳 完全可以體會那個心情喔 好的 那這邊是他的娛樂區 然後他有一個音樂室 然後放這個桌球桌 還有那個遊戲台喔 那下面這個 這個是餐廳嗎 欸不是耶 他桌上放的是桌遊 所以這是桌 喔對 桌遊區 桌遊區後面還有很多獎盃 是桌遊比賽拿到的嗎 那他旁邊有一個電子遊樂區 你們是說好一個人介紹一趴這樣子嗎 輪流介紹 喔 下面是那個羅迪歐耶 上面有一個噴泉公園 旁邊種了一些三色景 KTV 他的點跟點之間還蠻接近的 蠻密集的 欸這邊是 左邊右邊放的歌不一樣 有人這樣不會搶歌嗎 左邊右邊的居民唱不一樣的歌之類的 我忘記先開地圖給大家看喔 順便看一下他島上有住誰 喔他島上也有阿伊 軟糖 羅迪歐 因為他也有捷克 金牌一家 金牌是非最喜歡的動物兒 朋友也幫腔了 非非最愛的村民 兒童遊樂場 他這邊就是用沙子 喔他什麼顏色的輪胎都有做一個嗎 喔沒有他沒有做藍色 但還有一個空格 可以的 加油 再吊一個輪胎 休息區 他這邊擺了一些販賣機 旁邊還有免費可以取用的水 喔上面這個 是太陽能板發電區 還有風力發電 各種發電放在一起 那這邊呢這邊是羅迪歐的家世吧 這個也是非非最愛的村民嗎 最愛有兩個 這樣就不能講罪啦 不過這兩隻的確都是比較 比較少有人會提到的動物居民喔 所以知道有人很喜歡這兩隻動物 我也覺得很開心喔 就是不管怎樣的動物 都會有那種很喜歡牠的人 旁邊這個是在收集玲瀾花的嗎 圈了一圈起來 裡面都是玲瀾花 唉呀 我也想要捷克啊 不知道哪時候才會來我家 茉莉的家 茉莉是個茶壺大象對吧 是我喜歡的透頤家具系列 他旁邊有那個耶 這個叫什麼去了 跳格子 香港也是叫跳格子嗎 可是這個感覺很懷念耶 現在台灣的小朋友還有人會玩這種東西嗎 這感覺是我那個年代的小朋友才會玩的喔 茉莉的家 茉莉我之前有介紹過 這個我很喜歡的 就是她家裡的裝飾我很喜歡的 一隻孔雀 單車租界 原來是租的喔 來島上玩可以租單車 我和非非都是香港出生的 我知道我知道 這邊 這邊有那個石頭 它是沒有特別做礦場的 海邊休息區 哇 這裡還有冰箱 以為可以吃冰棒 結果只是能換衣服的地方 休息區 那這邊 釣魚區 這邊 欸 可是你沒有放釣竿喔 釣竿自備 欸欸欸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這隻狗是怎麼了 壁板可以這樣子喔 欸 水果直接透過來 欸 我不知道可以這樣子 欸 這樣子好像可以做一些有趣的應用欸 菲菲最愛的狗 可是我不知道這隻狗叫什麼名字欸 好像有在哪邊看過就是了 但我不知道它是什麼作品的角色 他們說這裡是那個玫瑰花園區 它是個打卡景點喔 所以我來這邊拍張照 它這邊的花園地板都是挖一個圓圈喔 布蘭妮 布蘭妮是一隻豬對吧 阿一的房子 雞雞 阿一的房子 對不起 我現在眼裡只有阿一的房子 心形湖 無界我和你一樣都超愛阿一 哈哈哈 喜歡阿一的都是好孩子 喔 和阿一一樣 同一天生日嗎 8月1號 生日快樂啊 雖然8月1號已經過了 市集 喔 它這邊有分類 像左邊這個是賣雨傘 右邊這個看來是賣一些 雜貨嗎 這是遊戲店還是雜貨店之類的 裡面也還有幾間店鋪 上面這邊上不去 看起來是餐廳 那旁邊也有樓梯可以上來 應該就是到剛才的餐廳吧 溫泉 這裡還有個溫泉 那溫泉的上面 這邊呢 這裡就是剛才看到的餐廳啦 喔 它這個牆啊 那個不是用壁板去做的 它那個是攀岩牆 這個 這一面 是攀岩牆的背面 攀岩牆的背面其實很好看 就是像這樣子 大家有空可以試一下 我之前也有用過 就是奧利還住在我島上的時候 我有裝飾一片像這樣的壁板 那不同顏色的那個攀岩牆 它的背面也會不一樣 大家就是可以多試一下 餐廳旁邊有果園 所以餐廳使用的都是現摘的水果嘛 健身房 它這邊攀岩牆就翻到正面來了 它的背面就是剛才看到的那樣子 紅色的沙包 紅色的單槓 紅色的跑步機 插這個紅色的腳踏車 好 我回去送它一台 幫它把它的島也佈置成紅色的 圖書館 它的圖書館這樣用起來還蠻好看的 就是書架是四面的 只是它旁邊有放一些恐龍尾巴的畫質 為什麼只放尾巴呢 看起來有點可怕 微型城市 它下面也是一樣有做那個 對 小人國區 遠近法 大家真的很愛做這個 觀星台 這邊是看星星看煙火的地方 擺了很多從妹妹那邊拿到的DIY家具 它還為這個觀星台做兩個樓梯耶 你們有看到嗎 我被卡住了 出不去啦 它這裡有鋪鐵路耶 然後 為什麼鋪鐵路可是它這邊寫是巴士站 籃球場 果然每個人家裡都要有籃球場喔 鐵欄杆真的很適合 圍在球場外面 這裡還有垃圾站 這裡 嗯 做得很寫實喔 還有回收的 雜誌回收的 上面這邊 這個是月台嗎 很酷耶 火車月台 雖然這個台階有點高喔 要上車要小心 可是這個做得很好耶 我喜歡這個 很厲害耶 可以挖出這個東西來 這是目前 就是今天為止我看到最厲害的一個景色 是雙鐵軌耶 它做了兩道 雙向道 露營地 它算蠻難得就是露營地會放兩張桌子的 這邊沒有路了 我又被卡住了 自助餐 好難得喔 一般都是開一些餐廳的 居然有自助餐 這邊還有冰品 飲料自己倒的那種 不錯不錯 這又讓我想起了好樂迪的自助吧 你們看這個 小朋友戲水池 還有做那個滑水道耶 就是從那個大象溜滑梯上面溜下來的 就直接疊進泳池裡面了 這的確是小朋友才會想到的一個設施 它這邊也有用那個地板 可以看得到水的地板 旁邊放游泳池 花園泳池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怎麼覺得 就是我自己會避免把那個游泳池放在水邊喔 因為我就覺得旁邊有水的話 我就下去游那個河還是海就好了 所以我自己是會避免 但是看別人這樣子擺又覺得好像 別有一番風趣喔 這邊是一個野餐區喔 忘記了後面 沒關係 等一下再看 這裡 哇 是足球場 雖然那一顆是排球 可能他還沒買到足球 那我再送他一顆好了 順便幫他補一下家具 沙灘這邊還有那隻狗狗的畫 他真的很喜歡這隻狗狗 這裡也有 畫了兩幅喔 上面這裡有一個黑白的燈塔 哇 黑白燈塔真好看 然後這裡有一間游泳用品店 我來找他最喜歡的島民金牌聊天一下喔 金牌看來是他的廚師島民 還是住著那個 樣品屋 還是金牌的房子本來是這樣 應該不是吧 雖然我對金牌不熟喔 最後是拜訪島主主人的家啦 這裡是他的大廳喔 房子大廳 好多電風扇 看來很怕熱 旁邊就掛了三台電風扇 也是啦 現在夏天啊 是個牆上放很多東西的房間 上面是他的主臥房 為什麼牆上有一些蜘蛛啊 有兩台電視欸 睡房 他旁邊有放Switch 牆上有一些動物的照片 朱莉亞的放在最上面 金牌的掛在中間 目前有八張 祝你一萬訂閱 謝謝 我會加油的 左邊這間 看來是浴室 放了很多植物 在馬桶旁邊放植物 可是他前面居然放了一台電視 很奢華 一邊上大號一邊看電視 他每一間房間是不是都有放電視 非常需要電視的人 浴缸旁邊也要放 右邊是廚房 我看到阿一的海報了 這裡有管風琴欸 亂彈都很好聽 他有用那個瓢蟲地毯 文旋這個地毯 超好看的 牆上還是有掛著一台電視 真的是很需要電視的人喔 遊戲房 這裡也有電扇 夢美的床 還放了兩台腳踏車 四台 太多腳踏車了吧 上次催眠菲菲說阿一真可愛 繼續催眠 不過他島上已經有阿一啦 看來催眠有成功 好啦 這次的拜訪結束啦 他的地下室還沒蓋喔 所以就先參訪四五五間房間 那他的島情一樣是那隻狗狗喔 感謝菲跟他的好朋友泳泳 那我們今天的訪問就到這邊啦 欸不要敲我喔 謝謝 那我們先把鏡頭交回給攝影棚 這次11歲小妹妹還找了好姐妹來 上島的時候看到旁邊多一個人 有嚇到我 看到他自製的火車站 月台規劃真的很棒 包括月台樓梯旁邊的垃圾堆 有垃圾的地方就會多一點人味 我覺得真的超棒的 那以上就是來自兩位小朋友的投稿啦 目前為止借看一下已經做了五集了 那我預計會再做五集 從目前投稿過來的呢 我已經先找好兩個位了 那目前還有三位的名額 我還正在防島的評選過程中 那我的評選標準就是 跟之前介紹過的島嶼風格 比較不重複的優先 有大量自創的我的設計的島嶼 我會加分喔 其他完全就是靠我的偏見去評選的 但沒評選中的還是來不及投稿的 一樣可以在IG上私訊我 留下你的夢境門牌號 我會把你們的夢境門牌號記錄下來 之後會用直播的方式 隨機帶大家去玩喔 另外目前因為稿件已經處理不完了 所以沒有要再徵收投稿了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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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囉